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开始保护着我们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当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了孩子之后 那么宪法呢 它也规定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 等到了退休的年纪 宪法也使我们的退休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 设立国家宪法日 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 宪法至上 为宪法 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